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 我们今天晚上 我们又能够在会堂里面 大家来做一个实质的实体立统的聚会 在过去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受限于整个大环境 疫情的影响 大部分都是在家里面 做这个收视直播的 我们慢慢的 疫情已经稳定下来了 我们也感谢神 很多的中小学很早就开学了 那我们大学的部分 也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我们今天 在西台中 我们这个防甲团器 也增加了很多的 这个新生来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来 所以教务有跟我提醒 等一下我们在纪元会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介绍 那我们今天晚上 我就是要来看 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那个罗马书从一章到十一章 里面所谈到的都是有关教育的这些问题 那么从这个十二章开始就谈到生活的这个实践 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这个时代里面 要求人献祭是一种死的 死的祭 就是杀牛杀养 用牛的血 养的血 那么在新约要求所献的祭 是活祭 是活的 所以我们今天 因信得到称义了 这个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 我们就是论到这些的事情了 所以这个因信称义 就是因为借着耶稣基督 他替我们留下的这个宝血 他一次的献上就完全的献上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祭物 他也是祭师 所以他本身为我们来牺牲 那我们今天 接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 那我们既然 我们也是一样 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受洗之后 我们从这个受咒诅的 这个生命里面 得到了这个释放 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咒诅的 这种的死的 这种的 这个惩罚 我们都从这个 这个受洗之后 已经活过来了 我们既活了 我们就是应该要为基督来活 所以 在这个第十二章这边 又特别的提到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 在这个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我们过着一个更新的一种的生活 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第十二章 在这个第十二章的当中 我大概把它分成四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 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 那第二层就是 我们以自己的这种的关系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以同龄间的一种的关系 那第四个部分就是 我们以敌对者的这种的关系 所以我们 这个信仰绝对是活的 是活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当 我们经常就是会面对的 一个真实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我们必须要解决的这些的问题 我们看十二章的第一节 跟第二节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这种慈悲来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这个旨意 这个地方 这个保罗就特别的提到 今天我们已经 从一个旧的人变成一个新的人 本来就是一个应该受咒诅的 因为从亚当夏娃 患了罪被赶出了这个乐园 受了咒诅来到这个地面上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面上的生活 就是一个受咒诅的生活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什么样子的 对神的一种感恩 主耶稣为我们来使 祂献上了自己 流出了这个宝血 我们因为这样子得到了救赎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保罗就特别的告诉我们 他说以神的慈悲来欠我们 把生理献上当作活祭 献上身体做活祭 那就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当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就是说 好像在前面几章所论述到的 既然蒙神救赎这个恩典 我们就应当要献自己作为活祭 我们已经蒙主的宝血洗尽了 因信称义的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了 但是我们继续的就是要走在义的当中 做好事做好人 那我们也应该要继续的成为一个义人 那这个就是要 我们不但要使自己能够圣洁 能够完全 我们更要自己下法耶稣 把自己献上 然后呢 我们也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祭司 所以这个是万人祭司的这个时代 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之后 圣灵就赐给我们了 我们用神的灵来证实的 我们是蒙悦纳的 这个圣灵让我们可以证实 我们有权柄跟能力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有这个医病赶鬼的这种权柄 有这种的能力的这种存在 那这个既然神的应许 就在我们的当中已经实现了 所以 这个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尽到 我们应该要怎样的了 教会耶稣怎么样子的 能够来对主的一种的感恩 所以这边所提到的这个活祭的这个活 就是有生命的 而且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这表示说这个活的生命 本来我们世上的人 如果还没有信耶稣 这个是一个受咒诅的人生 虽然我们的躯体是活着的 但是我们就好像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 没有这个得救的这种的盼望 没有经过基督保血的这个洗劲 你没有相信耶稣 不接受耶稣 你就不能够称义 但我们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得到诚意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活祭 就是我们今天肉体活着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 我们的这种灵魂 本来受咒诅的灵魂 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受洗起来 我们已经活过来了 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真正活着的活人 那如果说你再去犯了罪 违背了这个神的这个恩典 亏欠的主了 那你就是意味着将来受到第二次的这种 死的这种的这个惩罚 就是永远的死 所以将来肉体死了 那真的就成为一个死了的死人一样 真的一个死了的死人 那你今天活着你也是一样 你就虽然肉体活着 其实灵魂是没有希望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真正是要过着一个 幸活祭过着一个活着的 活人的这种的生活 在这个地方 他特别的告诉我们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叫我们说不要下滑这个世界 那当然就是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 格林多前书第六章这边 保罗他特别的提醒格林多教会的 所有的信徒 在格林多前书六章的十九节跟二十节 所以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的里头的 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我们活着 我们不要去沾染这个不解的东西 那我们才能够被我们的天父来接纳 因为我们已经洗尽了 圣灵进入我们的心内 我们可以来呼叫阿爸父 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就是成为他的儿女了 已经回归到天父的这个怀抱的当中 但是如果你再是沾染的这个不解的东西 你就是不圣洁的 你就没有资格了 那也真正的是亏欠的主耶稣 这里说我们是用重价买来的 用他的宝血 以他的生命来唤起了我们众人的这种的生命 所以在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十五节跟十六节 二章十五节 说不要爱世界 看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十六节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意 眼目的情意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绝对不是像那些要脱离世界 要避开这个世界 好像说过着这种独立生存的一种生活的 那种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教徒一样 我们真正的活在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的这个工作 我们的职场也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主耶稣他传道理的时候 告诉他门徒 我要差遣你们进入人群里面 但是你们要灵巧像蛇 要寻两项鸽子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的生活一定要脱离这个世界 不能够获悉你 在这个世界里面 受到这个世界的这种灿难 跟影响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使徒应该就是特别的在提醒 不要爱这个世界跟世界上的事 这个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 所以 我们回来再看这个 《荣法书十二章》这里 保罗特别的提到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要察验何为神所喜悦的这种旨意 这个察验原文的意思就是要证实 要证实你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心意要更新要转变 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得出来 耶稣在这个出来传道理的时候 马太的第五章六章七章里面登山保训 第五章一开始他就提到的基督徒的品德 这个品德他这个地方就提到 当时的这些的文士法利斯坦 以赛的也是在挑剔耶稣跟他的这些的门徒 他们不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规调 其实这个都是人所定的 他们尊重遗传胜过于诫命 这个完全就是已经跟神的心意是被他耳耻 所以主耶稣特别的在提醒他们 很多的这个诫命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格林多前书 前面这十一章里面 一章到十一章里面一直在提到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 真正的就是说 完全的这种革新跟改变 所以你看这个雅各书 这个雅各长导他特别的提到 虽然说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 有各种的这种考验跟磨练 有从神来的试验 有自己因为私欲产生的这种罪的这种的试探出来 但是我们就是要经过这种磨练 磨练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的这个像这边所提到的 我们一定要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存选可喜悦的 要是蒙神所喜悦的这种的言行跟机制 所以雅各书从这个第三章开始 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 是听得见的信心 是看得见的信心 第二章是看得见的 第三章是听得见的 然后接着就是我们要能够有抗计世俗的这种的信心 第四章到这个雅各书第五章就是我们要能够有超越世俗的这种的信心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蒙恩后的生活上我们必须要去谨慎 去印证去查验的到底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仔细 我们跟神的关系 所以在这两节里面是特别提到我们跟神的这关系 主耶稣不求代价的 他完全的为我们做出这种牺牲这种奉献 但是我们为了主耶稣牺牲了些什么 我们要证实了些什么 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在我们的侍奉上面 我们必须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 你就是要追求属灵 属灵的人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格林多前书第二章 他这边就提到 我要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神的事情 二章的第十节 二章的第十节 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呢 除了这样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十二节 我们说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事给我们的事 十三节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情 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情 再看十四节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 环岛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够知道 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透 十五节 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了他 十六节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 最后十六节这边保罗特别提到 你能够看到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 你能够看到 为什么能够看到 是因为你有了基督的心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人 那我们今天也才能够明白属神的一个事情 再看以无所书的第一章 以无所书第一章 以无所书一章十七节 十七节跟十八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十八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主中得到基督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要追求 有属灵的这种智慧跟知识出来 你有这个智慧 你就看透了这个属世的各种的事情 你就不至于去沾染到他们那不圣洁的这些东西 你也可以有这种 这个属灵的这种价值观 所以你看在这个雅各苏第二章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提到信心的价值观 我们现在所看到面对的 就是属世的这些价值观 所以我们会看得出来 一般人所谓的来到这个世上以后 他要成年 要成人 到了这个成人的时候 他追求的是什么 一般所标榜的就是叫做五子登科 他要成家立业 就是要有妻子 妻子要有儿子 儿子你要有皇子 皇子你要有金子 那你要还有车子 现在好像不一样了 所以你看这个属世界的这种价值观 都是追求这些物质的 这个都是为过去的 那你看我们看现在这个世上 属世的这种价值观慢慢的更改 为什么 生活的困难 所以现在不分的 这个妻子把它抛在一边 要符合神的执意吗 为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人看他单独一个人不好 找他给到一个配偶 再来就是说 有的结婚了 结婚了不生儿子的 也慢慢的增加了 所以你看最近这几天 我们看到新闻的报导 就在报导什么 台湾已经成了差不多全世界 人口增长率最低的一个国家 几乎是负成长了 所以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要祝福 他这个亚伯拉以下亚伯拉 要让他们生养众多 但是呢就是要有这种 这个有能够真正有信仰的 一个儿女出来 现在慢慢的这个人口就是这样 人的价值观 这个属世的价值观已经偏颇了 那到底要享受什么不知道 那我们真的一个属灵的人 你就是有这种信心 要有这种价值观 就是要建立在属灵的 属天的这种的价值观 你才能够真正跟神的关系 保持的非常的密切 我们也才能够做出 你应该有的奉献 你所做的事工 你也才能够去证实到 真的是你为了耶稣基督而活着 你是真的做了这个神 所喜悦的这些的事情 再来我们来看 罗马书的十二章 再看第三节 第三节 我凭着所示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第四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 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 这是在这一章里面 所提到的第二个部分 前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现在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 这个追求这个属灵 追求对神的认识 追求这个神的喜悦 这个就是你要完全的这个侍奉 然后要能够 何无神之意 就是要印证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 跟神的关系 那再来就是看到我们自己 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三节 这边所告诉我们的 凭着所示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当看的 要照着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那我们自己凭着这种对神的一种的信仰 你要凡事看得合乎中道 保罗是照着神所赐给他的 他绝对不越分了 越过他的职分了 超越我们的未婚应该看的这些的事情 应该求的这些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刚刚一再来提到 我们绝对不是脱离这个世界 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 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的言许极致 要超越这个世界 不要受到这个迷惑的 那在这个地方 保罗也特别的提醒 我们来看格林多 看看保罗他自己怎么样子的 说到他自己的作为 格林多前书15章 格林多前书15章 九节跟十节 15章第九节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 不配称为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十节 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 是蒙神的恩财神的 并且他所示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所以你看保罗这边 他得到他的这个身份 在这个格林多教会有很多人在批判他 加拉太地区的教会也是在批判他 有的人甚至于火定他 做一个使徒的这种的位分 但是保罗在这边用各种的方法来证实 他是蒙拣选的 他说他所得到的这些的属灵的道理 真理不是跟某一个使徒来学习的 也不是说受教这些使徒 他说是直接从 主耶稣的那边的启示 他所得来的 可是在侍奉的工作上面 他不敢跟这些的 跟过主耶稣的这些的使徒们来相提并论 所以他这边都是小的小的 他是在这个使徒当中是最小的 他不被叫做使徒 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过去在逼迫信耶稣的 逼迫神的教会的 然而我今天成了什么样子的人呢 是蒙神的恩才成就的 并且他所示我的恩不是突然的 他要弥补了他过去的这种的 这种缺陷 甚至于说他的罪信 所以他要比其他的使徒 更加受到更多的这种的劳苦 所以他看清了自己 他说看得何无忠道 一方面他不悦愤 再来就是说 他凡事要能够看得忠道的意思 就是说他很镇定的 很冷静的 而且很清醒的 也就是说 心里面他明白过来了 过去他是明明乎乎的 跟着传统的信仰 就是破坏信耶稣的 好像我们在 南葛福音 在这个 第五章那边所提到的 格拉森的 那个被鬼附着的 被主耶稣赶走了这些的污鬼以后 他就明摆过来了 醒过来了 他属于他自己的 不再是受这个 这些的污鬼 所牵制控制到的 他会打自己 被动这个铁链就被锁住的 因为他已经不属于自己 他已经受到这个 污鬼的这种操弄了 所以刚刚提到的 我们基督徒的这个 价值观在哪里 我们就是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 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做什么事情的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也特别的提到 他是在各个肢体当中 我今日成了什么 我私人不是突然的 我比众使徒格外的老虎 这远不是我 乃是神恩是我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他也特别的要提到 他凡事就是谨慎谨守 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 五章十三节 这里说我若果癫狂 也是为了神 若是谨守 是为了你们 你看他 侍奉的当中 一方面他 没有去沾染到这里以外 主耶稣给他的很多的恩赐 他做外邦的传道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他跟很多的这种的 这些传统信仰的 甚至于说 在当时罗马帝国所统治的 这些的学者 我们从这个传道书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进入了 他们的这个公会堂 或是会堂里面 跟这些犹太人 或是说 当地的这些学者来讲 他一再来就是来辨明 耶稣基督 他就是来拯救世人的 他是弥赛亚 他这样子的在 这个为主来做这种 这个辨证 但是呢 他也一再的在提到 他绝对 一定 有人说 因为你的学问太大了 所以你是不是癫狂了 他说 癫狂也是为了神 但是呢 我谨守是为了 为了你们 他恐怕说 他做得太超过 被人家指责 或者说 那人家某某传道人 某某使徒 他也是这样做 也就是因为他的作为 来影响到了 其他信徒的这种的信仰 那就是相当的 真的是罪过的事情 所以 在这个格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特别提到 恩赐的不同 跟肢体的这种关系 各种每个人的这种恩赐不一样 就好像一个身体里面 每一个肢体的功能不一样 但是在身体上的每一个功能 都不能够有所缺少的 所以 这个肢体你也不能够说 哪一个是 是比较好的 比较丑的 人家不好的 你即使比较小的 你这个手之头 或是说你的这个手脚 有哪一个有缺陷的 有时候也会很谨慎的 去要去 把它顾忌的很好 所以 个人应该明白自己的恩赐 就不要超越了自己的这个能力 这个才是 我们要能够谨慎 谨守 来 反观自己 所以 保罗有人说 他的缺陷太大 让他顶狂了 这些就是那些 等于是说外邦人 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 这些的人的这种 社会地位比较超越的人 他们晓得 当保罗在跟他们 讨论这些的 这个信仰的时候 讨论到这个 有关耶稣基督 来救赎 工作的这些道理的时候 也看出了说 保罗他的学术地位 他是相当的超越的 所以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个人要知道 自己的恩赐在哪里 我们也不能 不应该来超越了自己 月份 自己的这种职份 我们毕竟都是神所赏识的 自己不能够 你有什么自己的能力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2个人 哥林多前书的12章 哥林多前书12章 12章的19节 12章的19节 如果都是一个肢体 身子在哪里呢 20节 但如今肢体是多的 身子却是一个21节 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 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 所以在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里面构造 各的功能不一样 但是你肢体不能够单独存在以外 你这个肢体也不能够说批判哪一个肢体 说没有你没有关系 那我就好了 不能够这样子说 那这个就是说保罗他就真的知道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 所以在服事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里面 我们得到了这个恩典 蒙恩了以后 我们的新价值观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做一个基督徒的一种的生命 应该有的这种改变 所以刚刚提到的 耶稣基督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 登森宝训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遗传不能够胜过诫命 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他们光是这个 有遗传所定下的规条 大概根据这个资料来查大概有三百多条 就米山啊 米辛啊 这个就是说 他们你去违背了这些的话 他们也认定说你不是一个真正的犹太教徒 所以他们就批判耶稣嘛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 我没有毁掉 反而是要来成全 所谓的成全就是涵盖 还要超越 为什么会杀人 因为你恨人吗 为什么会坚淫 因为你有不良的这种眼光 看不该看的事情呢 为什么会偷 就因为你贪嘛 这个都是新的问题啊 你爱你的仇敌 你就不会去杀人啊 你没有贪心 你用资子的话 你就不会去偷窃啊 男女之间 你如果按照规矩来 你就不会有月份 不会有奸引的事情啊 所以耶稣他就是提到的 要革新 所以耶稣来传的道理 就是完全改变这种我们的心意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这些的事情 所以我们再看回来 这个罗马书十二章 十二章我们看十二节 在子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所以你看 子望中的喜乐 在患难中的忍耐 祷告要迫切 这个都是保罗他自己 在劝勉当时的这些的教会 他们应该做的 也是他本身已经尽到了这个责任的 再来看这个十六节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道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这个就是保罗都是一直在谨慎自首 维持自己的形势为人的一种的态度 应该要有的 再来 再看了第三个部分 我们来从这个第五节 第五节之后这边所提到的 他就是说 保罗所提到的 我们跟同龄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同龄之间的关系 第五节 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 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是如此 六节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或说一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一言 七节 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八节 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 施舍的就当诚实 治理的就当殷勤 灵命人的就当甘心 所以你看在这一段里面 他特别的提到了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耶稣就是基督的这个教会的头 这个身体的头 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个身体的肢体的一部分 所以信徒是互相联络做肢体的 那么个人就是要尽量的发挥他的恩赐 我们刚刚才提到要分工合作 不是说哪一个比较强 或是哪一个可以有 哪一个不可以有 都是敬意而为 而且我们应该晓得就是要 互相的关怀 互相的怜悯 我们也应该甘心乐意 有这种行善的这种心意 互相帮忙嘛 互相的帮补啊 所以你看这个 到十四章这边 他特别的提到 我们看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 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 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坚固的要担待那个 不坚固的 你强壮的要担待那个软弱的 这个就是在同龄之间 都是同一体的 没有所谓的贫固 或是任何阶级的这种分别 所以彼此之间 善恶之间 而且也应该有那个 当行跟不当行的 这个事情的这种 这种事情 我们应该去明白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所以你看我们在 十条界面里面 这个前面的前四条跟后六条 有一个你要什么 你当怎么样 你当什么 后面说你不能怎么样 你不能怎么样 这个十条界里面也是分得非常的清楚 有该做的 也有不该去做的 我们这个都要不能够判断清楚 你不能够 因为你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不同 你就任意的去 去善事的这个曲解 如果改变了这个神的话 这个都是 你对自己来讲 对神来讲 对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 统领来讲 这个都没有得到 都没有办法得到好处的 所以我们彼此的这种相爱 不要只在这种言语跟舌头上面 我们看约翰义书第三章 约翰书第三章十八节 三章十八节 小子们啊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 要有实际的这种的行为表现 不要只在这个言语跟舌头上面 讲一些好听的话 所以你看有些人 在社会上他吃的开始 就是真的是讲的天花乱醉 我们彼此讲的就是 人家乖的灰 五弄你的这种的舌颤莲花 但是人家日久了以后 人家就晓得你的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行事风格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雅各书 其实雅各书短短的五章里面 他提到的都是信心的生活 所以你看这个雅各书里面 第一章的这个后段里面 他就提到的 你信心必须要有实质的这个行为表现 那第二章开始的时候 就是要看出了你信心的价值观在哪里 所以这个都是告诉我们 信心你没有行为你就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你为什么会有惧怕 你没有爱 爱就是你要爱神爱人 你才是一个完全的爱 你既然看不见的神你说爱他 但是看得见的弟兄你都不爱他 谁相信呢 所以在同龄之间逼着相爱 不要只在舌头上面 所以任何轻看别人这个挤动 这个都说是绊倒别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绊倒人的事情在主的面前是相当严重 是相当严重的一个过犯 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 第九节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第十节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十一节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主 十二节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横窃 十三节 信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的款待 十四节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十五节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十六节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昂 道要辅救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你看在这段里面 他说一代的 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品德是些什么事情 其实在绝书的他的这个教训里面 也提到了很多 我刚刚提到的基本的 常常我一看到登山宝训 马太勒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就想到 我们尤其这个弟兄 大部分都是要当过兵的嘛 我们所谓的基本教练 其实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的这种品德行为 第七章就是提到的就是说 我静听我的方法 这个都是从最基本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从这些的使徒们所写的这个书信里面 我们也不难看出来 到了这个教会越来 这个越深入的时候 越扩大的时候 那魔鬼的这个作为就越来越多了 很多的迷惑 很多的异端邪说 慢慢的就侵入了 尤其到了这个外邦 因为受到这个传统的信仰 以及属世的 这个社会环境 价值观的这种的差异 慢慢都会受到感染 其实到了今天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的这样子的一种的担忧 所以如果真的能够这个同为一体的话 也才能够真的感受到 所谓的融入与共同甘共苦的这种的真正的心意 那这个就是在这一段里面 从这个第五节以后一直到十六节这段里面 我们跟同龄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后面这一段里面 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就是我们跟敌对者的一种关系 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来看十七节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啊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主说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探火堆在他的头上 二十一节 你不可为恶所胜 凡要以善胜恶 这个地方就是特别提到我们 跟敌对者 这个敌对者 这个不是对我们 如果人家对你好 你对他好这个没有不稀奇的 连这些外邦就是不信耶稣的人 他们都能够做得到啊 爱自己所爱的人 那有什么价值呢 有什么差别呢 对你好你对他好当然 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这边保罗特别提到就是说 跟你这个敌对者 这个逼迫基督徒的 无论是基于宗教或是政治理由 其实都是一种的误会 在这个十四节这边 十四节这边 他特别提到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所以他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应该要抱着一种同情他 宽容他 因为他不懂他不知道 我们相信如果是出于他是善意的 如果是出于我们的诚心为他祷告 相信圣灵一定会带领 真正的仇底是什么 是魔鬼 彼得前世五章八节叫 魔鬼像吼叫的狮子 到处寻找可吞吃的 主耶稣也呼呼我们 要呼呼我们 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看一下马太五章四十四节 马太第五章 五章四十四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底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你看这个就是主耶稣提到这个 爱仇底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 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 所以圣经上早也就远了 神的选民将来必须会遭遇到世界性的一种大逼迫 看一下好了 四篇第一篇 四篇第一篇 第一节 第一节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谢曼人的座位 为爱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并未有无 来看到第五节 因为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第六节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所以 其实在圣经里面早就告诉我们 我们看到了这个四篇里面的 七十三篇 三十七篇 七十四篇 它里面都有一个善恶对照的一种的 这种叙述 还有一种提醒 那我们不要因为恶人 这个昌盛 你就觉得非常的 对神的一种的抱怨 不满 所以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价值观 你不要用比较或计较的这种的心态 你如果经常在那边做比较跟计较 就表示说 你真的就是说 你的心态 这个价值观还是在地面上的 不是属天的 所以 在这个罗马书 第二章 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 罗马书的这个第二章 那边有特别的提到 这个所谓的这个世贵之心人都有 人皆有知 所以众人以为美的事情 我们就要留心去做 罗马书第二章 看十三节 十三节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立法为义 乃是行立法的称义十四节 没有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 植物节 这是选出立法的功用 刻在他们的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坐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所以神造人的时候 早就把这个是非之心 放在人的心中 让我们有一个 辩免是非善恶的这种的能力出来 所以这个魔鬼就是用试探的方法 你看亚当夏娃 夏娃当时受魔鬼试探的时候 刚刚我们在这个约翰书那边所读到的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是用这三招 那我们看这个马太文第四章里面 主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也是用这三招 那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真一书教会 自传统以来 这个上百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离开教会的不要说信徒 有一些的圣子人员工作人员 也是这三招被魔鬼拉倒的 拉倒一个圣子人员工作人员 比拉倒好几个信徒 这个魔鬼说他的胜算更大 所以说我们的弱点 魔鬼其实他都很清楚 但是我们弱点我们怎样克服 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那边 保罗就是提到的 想做的善做不出来 不想做的恶偏偏偏做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善恶之间 都在神的这个手中 刚刚这个十二章的十九节段边 保罗就特别提到 不要自己伸冤 灵格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 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报应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不用去强求也不用去怨探 就要有这种 这个属灵的一种的价值观 我们就是要能够有属天的这种的智慧 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总要以善来胜恶 以善来胜恶 那将来我们面对的这个审判的时候 这个就是说联名能够胜过这个 胜过这个审判 这也是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 多多的充实自己 在属灵的智慧上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 这张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的就是 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 也能够保持圣洁 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献上才能够蒙祝福 所以保罗一代的提到 我们无论今天生或死 都不是为了自己活的 也不是为了自己来死的 我们就是活着也为了基督来活 死也是为基督来死 如果我们清楚明白 这种的道理的时候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形式 这个作为的当中 我们一定非常的坦然 那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一定 会很大的一种的改变 你就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忧愁 跟烦恼的这种存在 因为我们都是为基督来活的 主耶稣知道我们的心 所以这个马太第六章上面 主耶稣就特别的提到 不要为了吃的喝的穿的这种忧虑 明天自有明的风雨 如果你们为了这些忧虑的话 就是跟那个外邦人一样 就是那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一样 所以你真的要活在当下 成为一个活着的活人 那我们就是要追求 能够跟主耶稣这个形象一样的 有基督的心在我们的心中 跟基督是同一体的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大概把这个一个纲要 这一章跟大家 这个来做一个分享 我们来唱诗